鼠蛇人爱上你的表现,所谓真爱,就是在爱到头破血流之后,依然能拿出一颗真心来待你。 鼠蛇人爱上一个人,有什么表现呢?下面为大家介绍,鼠蛇人爱上你的表现。 虽然鼠蛇人很无辜很无奈的姿态,超级让人讨厌,倒是也表现出了爱情的本质。 因为爱情本来就是这样的,没有什么智商和能力的要求。 爱上了,再聪明的人也逃不掉,谁都假不了。 而鼠蛇人一旦表白,对方通常会小小的惊喜一下。 因为鼠蛇人是那么的优秀,能够被鼠蛇人表白,无疑是一件领人值得开心的事件。 所以,鼠蛇人的表白成功率非常高,只是风格无奈。 鼠蛇人爱上你的表现一,不同往日的冷静,鼠蛇人一般都是比较聪明理智的,平日里处事淡定从容,永远一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冷漠样子。 不过,当他们深陷在一段感情当中,心里住进一个人的时候,时常会惊慌失措,向一个孤独无助的孩子时刻祈求对方的关注。 鼠蛇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,出现了判若两人的情况,是因为他们一旦爱了就是深爱的缘故。 鼠蛇人非常在乎喜欢之人的感受,才会这么怕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,会让对方生气或者难受。 所以,当一个鼠蛇人在你的面前,跟你说话的时候,显得很紧张,甚至是说话结巴,并且还是异性表现出来的,不要怀疑,他或他应该心里有你的。 因为喜欢你,继而想跟你发展下去,这时候如果你也喜欢他,请积极回应。 鼠蛇人爱上你的表现二,用实际行动来说爱你,鼠蛇人的嘴巴一般比较毒,经常说话一针见血,直接扎心的那种。 鼠蛇人深知自己的这个致命缺点,会对感情造成很大伤害。 所以,当他们喜欢一个人,并且有想让这颗幼小脆弱的爱情树苗茁茁成长的心之时,往往会显得很嘴笨。 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来哄对方开心,这时候喜欢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对方,我是爱你的。 例如,鼠蛇人会在你工作累的时候,给你捏捏肩膀,奉上一杯暖暖的提神解发热茶, 或者是在你烦闷的时候,陪你听听抒情柔和的音乐,或者是拉你到海边散步,一起细心倾听一下海浪的声音。 如果鼠蛇人知道爱人很想要某件东西的时候,就会立马想办法获得,然后送给对方一个惊喜。 有人说年轻的本质,就是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。 这句话是一整个流年磁场的缩影,而也就是此重结构在到达人生目标之后,尽情利用不同的方式朝着目标前进。 鼠蛇女人四季出生的命运,春蛇,智商高,道路在脚下,成功就更进一步。 你涉猎的范围很广,但是用心不太专。 朋友很多,感情一般,通过努力,往往能获得事业成功。 夏蛇,聪明善良,才华过人,满腹诗书,有良好的道德修养。 秋蛇,为人不错,善于察言观色,能够左右逢远。 事业生活都比较顺利,进取心比较强。 冬蛇,是心地善良的老好人,有求必应,不求回报。 二,鼠蛇男人一生的命运,鼠蛇男人大多具有精明的眼光和高人一筹的谋略,一般他们大多附庸风雅,但也有例外。 在处理棘手的问题时,鼠蛇男表现的异常冷静沉着,具有领导风范,责任感很强,而且目标明确,深得人们的尊敬。 文质彬彬的鼠蛇男人心中,有远大理想,不屑于与无所适事的人为伍。 做事干脆利索,不拖延,对他人在金钱方面从不计较,非常的理性,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些无情,你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 他们脑袋里充满智慧,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。 儒雅的鼠蛇男人爱好广泛,喜欢读书,听音乐,有很高的艺术品位,很会享受生活。 一,生活中,鼠蛇男人之尽,退善交际,心捎带有极度,不易与周边人相处。 通常过着动荡的,充满激情的和绞尽脑汁的生活,特别是那些爱出风头,争名夺利的。 他们很幸运,能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,一生在财运上非常幸运,从不缺钱用,对金钱欲很强。 即使一旦缺钱,也会很快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。 鼠蛇男人大多具有幽默感,在危急时,鼠蛇人总是能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活跃气氛,甚至当你身负巨大压力时,也能面无惧色。 二,感情中,鼠蛇男人是多情的恋人,你们的眼睛总是在暗颂秋波,如果你只认为你们在恋爱,那就错了。 他们情绪不稳,感情一生波折,爱得深且专一,无法容忍对方的负心。 而且,他们敏感的心思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你的目的,而且大多有凉薄的天性和灵力的口齿,会抓住任何机会攻击你。 所以,你如果真心喜欢她,那就做一个心无旁骛的阳光女孩吧。 三,事业中,鼠蛇男人机运上往往独占先机,梦想以自以力量来创造飞黄腾达的事业,但若缺乏合作精神而容易失败。 一般说来,他们在生意上是谨慎而激紧的。 一个在年轻时经受过贫穷或劫难的鼠蛇人,也许将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遭遇,并且可能会一味积累财富变成一个贪婪的,爱钱如命的人。 其他鼠项的人也许愿意把人情、债务拖到下辈子去偿还,但鼠蛇人似乎注定要在离开人世之前把所有的账权都付清。 在渴望做一笔油水很大的买卖时,他们眼睛里也会闪出同样的热情,就像初恋时那样。 总结,蛇是十二鼠相中最顽强的鼠像,鼠蛇人是十二鼠相中最具有神秘感、最不可思议的人物。 有些东方人认为蛇是阴险的,由于难以捉摸而令人产生恐惧感。 好天气出生的鼠蛇人比在坏天气出生的鼠蛇人更为乐观,更容易得到满足,鼠蛇的女士本来就是美女蛇。 她那冷静、安详和无与伦比的美貌会把人迷住。 容貌最美的女子和个性最强的男子多出生在蛇年。 所以如果你鼠蛇,你定会交好运。 三鼠蛇的人的处事原则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后继勃发,出其至圣,另辟新路,已若胜强。 代表人物,刘邦,与蛇相关的民俗,农历三月五日为经哲节,贵州一带民俗既怕雷鸣声,否则当年会蛇虫成灾。 民燕云,惊者有雷鸣,虫蛇多成群。 在汉族民间,有蛇脱皮的说法,认为只要看见蛇脱皮,是不吉利的征兆。 民燕说,见到蛇脱皮,不死脱层皮,尤其是在春季更是大季。 在青海地区,若家中发现蛇,最计杀死。 认为,若杀死蛇或蛇没有被打死,蛇就会采取报复行动,与家门不利。 所以,若在家中发现蛇,就将其注入罐中或调在长杆上,然后送到山谷中,并求其躲进山洞,别再回到人家中。 逢蛇年出生的人,北方大都说属小龙的,也有说属长串的。 人们不说属蛇而说属小龙,大概是因为对蛇厌恶,而对龙情有独钟,因龙为神物,也有点攀龙附凤的味道。 福建闽南一带,由于气候温和湿润,是一个类蛇繁衍生息。 若在家中发现蛇,是不能打死的,人们认为蛇是祖先派来巡视平安的,进了谁家? 就预示谁家幸福平安。 要是在路边发现几条蛇盘在一起,就要赶紧揪掉身上的某一颗钮扣,丢去表示忏悔,然后走开,当作没有看见。 据说这是蛇交配,观者为大逆不倒。